变装皇后性感甩着长发 观众也大方打赏 这里不是酒吧 也不是夜店 是周六早晨的烘焙坊 马尼拉这家烘焙坊 推出变装皇后早午餐 吸引粉丝来吃早餐看表演 这一天刚好是变装表演迷迪欧的生日 现场欢乐气氛满点 是 今天是我的生日 因为我常常会看到 我常常会在酒店里 在酒店里 夜晚 我常常会在酒店里 这是唯一的设计者 在酒店里 夜晚 在酒店里吃早餐 我真的很喜欢 性格扮演 我真的很喜欢 自己表现 我现在穿着衣服 我感激到很多酒店 展示了真正的自己 而且非常勇敢 助场表演的两位 分别是变装皇后奈亚 以及变装国王艾尔法凡提 奈亚过去日常出现在夜店 但现在比较喜欢在烘焙房演出 所以 嗨! 我的名字是 Naia 我已经成为了流人 30年组 目前 有極大的分别 大分别 在于夜店里 在夜店里 首先 在地ہ 烘焙房 这会改变你的灰色 这会改变你的化妆 当然的环境 观众来看电影 他们可能不可能是 夜宿主义 他们可能是 他们只想吃饭 在星期的晚上 变装国王艾尔法凡提 则是首次出现在早午餐秀 艾尔法凡提说 在烘焙房里跟观众近距离接触 可以感受人群活力 艾尔法凡提的家人 也到现场新场演出 给予很大的支持 艾尔法凡提说 变装秀如今在菲律宾 非常受欢迎 很多年轻的LGBTQ 没有机会在类似场合 表现自己 家人的支持 对他们来说 或许就是最重要的 我今天是阿尔法凡提 那亚说的 那亚说其实变装文化 并非仅限特定性别或是同志的专利 性取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 和变装秀的艺术形式是两回事 任何人都可以变装 他们乐见越来越多人喜欢上变装 甚至从事变装秀 让这种表演艺术更能走进人们的生活 中央世界陈炎君 马尼拉报道